在魏晋以及隋唐时代的典籍中 大致都有这样的描述 秋辞王城有三宠 外城类似长安城布局的城中 有寺庙近千座 王宫壮丽 幻若神居 库车县城 乐器匠人正在制作一把维吾尔族的弹波乐器 隆重的维吾尔族气息 让我们很难相信 库车地区曾经是信仰了佛教 近一千年的国家 遥望今日喧闹的库车巴扎 穿梭在维吾尔民居迂回的巷道之中 到哪里去寻找幻弱神居的王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大航系记录里记载 秋辞古城市面里面有四个墩 这个墩是在秋辞古城东南角最大的墩 这个皮廊是当地的维吾尔族的名称 反正我们汉语就是大象的意思 好多人对这个名称不理解 因为说西域这块自古以来没有大象 为什么起了一个大象这么一个名字呢 我的意思 我的理解 就是大象 因为这个墩它体量很大 东西长是三十多米 南北宽也二十五米之多 高呢 现在残高是十四米 十五米高 如果站在远处看了 就像窝子这样的一个大象一样 所以它起了它的一个比喻翼 像大象一样的这么一个墩 一个大墩 考古发掘说明 这片遗址不仅从汉到唐是主要的都城 而且从远古时代起 就是城邦和聚落的中心一直没有被废弃过 如今壮丽的宫殿已繁华落尽 只剩下四处散落的台墩 夯住在大地之上 撑起人们对历史的想象 1978年5月 库车地区连降暴雨 县城以北的库车河水暴涨 河水万亿 以致侵蚀到河岸两边台地上 一些古代建筑物遗迹 暴雨过后 县文馆所的文馆员们前往当地进行文物巡查 在一个高大的黄土堆下 文馆员们发现了一处异常 经过雨水冲刷之后 这儿显露出一个黑洞 对黑洞四周经过简单清理之后 一个墓穴呈现在面前 墓穴已经坍塌 但看得出来里面有一个木质棺材 一口采棺 下边还有一个棺床 采棺当然也有棺杆 这儿也都浮熟了 这个墓主人这个骨架还是很完整的 专家们仔细查看了棺木 发现残存的棺板上均有彩绘 像是一些菱形格的文饰 这样一副华丽的采棺 似乎暗示了墓主人身份不同寻常 从我鉴定的看她这个年龄 从牙齿到骨盆来说的话 很可能我们估计她是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一个女性 生命在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 戛然而止 她的死肯定有着特殊的原因 专家们仔细搜索在尸骨上的信息 很快 她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颅骨上 这个女性的颅骨从侧面看 额头明显倾斜扁平 颅顶很窄 呈尖糊状 像是经受了某种挤压而形成的 这会是她致命的原因吗 不过专家很快否认了这一猜想 从颅骨上看 她并没有损伤的痕迹 这说明颅骨变形 不会是一次突然的外力所致 很可能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这具尸骨的跨骨部分 大家有了新的发现 这有一对细碎的骨头 最初有人指出 这或许是陪葬的小动物 但有经验的专家马上辨别出 这是一具婴儿的骨骸 她太小 肯定还没有出生 婴儿的骨骼正蜷缩在母亲的骨盆中 这个年轻的女性最有可能是死于男产 那么她压扁的额头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考古学家从大唐西域记里找到了答案 书中记载 秋辞国 其俗生子 以木丫头 欲其贬斥也 也就是说秋辞人中存在着 有意改变颅形的风俗 其做法是 当孩子年纪还小时 用两块木板前后斜加骨骨 带其慢慢生长而变形 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表明她身份的不同 因为在同一族群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压额 只是贵族才能这样做 这即将做母亲的女人应该就是一位贵族 她可能是位公主 也可能是位王后 当她因为难产死去之后 人们用那个时代最华丽的棺木埋葬她 在墓穴上方还残留着一个巨大的土 似乎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坟种 但实际上更早的考古调查已证明 这个地面上的大土堆并不是坟墓 而是一座佛塔 将去世的人以土葬的方式埋在佛塔之下 这在新疆的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这是一个比牧竹人死亡之谜更大的谜团 这片废墟被称作苏巴石遗址 从这里出土的年轻贵族女师 现在正保存在秋辞博物馆里 苏巴石遗址是中国新疆境内现存的最大佛教遗址群 玄奘曾在这里建过一座宏大的寺庙 名字叫招护礼 而寺庙的精美和规模 是他西出阳关后从未见过的 正是在这里 玄奘受到了热情款待 并应秋辞国王的一再挽留 再次停留六十多天 每天宣讲佛法 对于招护礼寺庙的地理位置 玄奘记载道 荒城北四十余里 皆山峨 隔一河水 有齐兰同名招护礼 而东西相衬 齐兰即为寺庙的意思 也就是说 招护礼大寺实际上有两座 中间隔着一条河水 苏八十佛寺遗址 会是传说中的唐代招护礼 齐兰吗 苏八十遗址位于库车县城北 却离塔阁山下的丘陵台地上 遗址一侧就是宽阔平坦的库车河 隔岸相望 对面隐隐绰绰 正有一大片废墟一尽 绕过河水 踏上库车河东岸的台地 这里同样残垣层叠高墙物力 一座佛塔保存相对完好 周边的高墙上 还有一排凹尽的坎枯 原本应该素有高大的佛像 专家们大都认为 苏八十佛寺遗址 就是唐代的招护礼大寺 玄奘西去印度取经路过秋辞时 秋辞国王在招护礼大寺 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仪式 而且极力挽留玄奘 请他宣讲佛法 这座高大的墙壁内 或许正是玄奘讲经说法的殿堂 玄奘离开那天 秋辞王以厚礼相赠 僧侣和百姓出动 一一息彼 玄奘备受感动和鼓舞 将这段经历详细记录在了大唐西域记中 这一切都说明秋辞 是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正教合一的国家 苏八十遗址就是秋辞国的皇家寺院 这是众神欢聚的场所 修行礼佛的圣殿